这个人面兽心的检察官 身上背负着几条人命 而且专挑女性下手 这次的目标竟然是领导的妻子 她熟练的戴上手套 打开冷冻箱 向女人注射了麻醉剂 以确保不会被腾瘾过去 男人将女人锁好之后 挑选了合适的器具 紧接着 房间里传来撕心裂肺的残酱 女人的牙齿就这么被拔除 看着女人痛苦的样子 男人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折磨过后 男人又把女人关进冷冻箱 将温度调到零下40度 好让她慢慢等死 随后 男人擦拭现场的每一处痕迹 作为一名检察官 他甚至该如何处理犯罪现场 以确保不留下任何证据 除了这次的案件 张警还残忍杀害过一个女高中生 13年前 一个叫秀雅的女孩离奇失踪 警方寻找多日却毫无进展 突然有一天 有个女孩向警方报案 说是知道秀雅的下落 警方接到现报后 立刻注重相关人员进行搜寻 最后在野外发现了秀雅的尸体 秀雅身上有多处刀伤 伤口很浅 没有一刀致命 但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因失血过多而亡 从凶手的作案手法来看 像是在享受杀人过程 尸体被运走后 报案女孩来到案发现场 警员泰西看了后 让女孩表明身份 谁知女孩一看见她就慌忙而逃 她跑 她追 她插翅难飞 女孩跑到悬崖边 无路可走 于是威胁泰西 敢上前一步 她就从这里跳下去 泰西让女孩冷静 有什么话好好说 这是 对讲机传来声音 说是要全面搜捕凶手 女孩听到后受到惊吓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泰西急忙伸手去抓 但是没抓住 只拽掉女孩包上的名牌 上面写着连衣 是女孩的名字 泰西看了眼后 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最后成功将女孩救起 女孩是案发当晚的目击者 不仅目睹了杀人过程 还看到了凶手的真容 如果她向警察说出一切 一定会遭到对方报复 而且就算凶手被抓 也能通过权势和金钱 很快出狱 到时又有谁能保证 她和家人的安全 泰西向连衣做出承诺 只要她说出凶手是谁 自己保证不向警方 透露她的身份 连衣按照约定 说出了凶手的名字 但不知哪一环出了问题 凶手知道身份暴露 便杀害了连衣的家人 然后销声拟迹 隐姓埋名 而连衣也不知所踪 生死不明 泰西为此非常自责 这件事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自那之后 泰西一直在寻找凶手 也一直在打听连衣的下落 这天 泰西接手了一级绑架案 嫌疑犯昨晚夺起 曾因为强奸罪被抓入狱 可以说是前科累累 警方已经查到嫌疑人的住所 但因为没有证据 检方不给批准搜查令 但这也难不得泰西 她可是警局出了民的不守规则 泰西让组员讲办成快递员 引诱嫌犯露面 在组员的帮助下 泰西成功抓到对方 但她并不承认绑架一事 泰西二话面说 直接将嫌疑犯悬在办公 逼她说出女孩的下落 嫌疑犯感受到生命危险 老师交代了一切 泰西也成功找到女孩 此事一出 就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泰西的做法正确 为了找到受害者 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也有人指责她暴力之法 虽然成功抓到罪犯 但她的做法引起上级不满 同时劝她谨慎行事 再出现这种情况 恐怕离停止不远 工作上的事让泰西烦心 回家之后还要应付妻子 泰西的工作比较特殊 时常奔波在外 忽略妻子和家人不说 危险性也极高 妻子不想每天过胆战心惊的生活 于是让泰西辞掉警察意志 如果不同意 就只有离婚 更造型的是 泰西好不容易抓到绑架犯 却因为是严刑逼供的证词 不能申请代表令 就算是被关押 也无法立案起诉 泰西气不过 直接冲进负责检察官办公室 此人正是之前逃走的杀人犯张善浩 他改名换姓 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近期刚上任 时隔13年 泰西终于找到他 但他不仅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还过得风生水起 这次的绑架案 就是他故意给泰西下完威 但泰西并没有这么容易被打败 论非法调查 他可是非常在好 从张检那里开后 泰西就去见了绑架犯 绑架犯知道警方没有逮捕令 很快就会被释放 所以态度非常嚣张 泰西不想和他废话 直接拿出一张照片 询问他为何要杀害此人 绑架犯连忙否认 他只是绑架小孩要要赎金 绝对没有杀人 泰西看两监控 随即走到绑架犯身边 悄悄从他头上拽了根头发 并以此威胁他 只要他被释放 这根头发将作为证据出现在死者身上 泰西让对方考虑清楚 是想当绑架犯 还是以杀人最入狱 因为泰西暴力执法的事 对民众影响非常大 全队长为此闹到署长那里 想趁机辞掉泰西 这样就没有人和他作对 赵学长见状回给权队长 如果不是泰西 警局的抓捕率也不会稳拿第一 况且他的办案能力有无共度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 最后书长决定 只要泰西能顺利解决绑架案 就可以留在警局 这时 左眼向书长报告 泰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绑架犯当众承认犯罪事实 并澄清泰西没有暴力之法 泰西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但还是被一个叫阴扇财的记者识破 他拿出泰西威胁罪犯的照片 此人正是警局宣传部的赵系长 人活得好好的 却被泰西拿去托弄嫌疑犯 殷记者很好奇 泰西用了什么手段让嫌疑犯认罪 泰西没有回答 不过比起这些 泰西更想知道 殷记者是怎么发现这件事 其实早在泰西守问犯人时 殷记者就找人黑了他的电脑 发现他打印过这张照片 一开始他也只是猜测 不过看到嫌疑犯突然认罪 殷记者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可他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记者的好奇心 还是他和泰西发生过不为人知的故事 张检消失的13年前 换过不少工作 这次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结果又干起了老本行 而他这次的目标 是自己轮到的妻子 他以同事的身份进到家里后 拿出匕首威胁 妻子为了保护孩子 不得不跟着张检离开 金部长回家后发现妻子不在 立刻向警方寻求帮助 一番调查后发现 金部长家附近的监控 全都被人为破坏 目前可追踪的 就只有出入大门的监控视频 泰西将其交给手下负责 而他去了案发现场调查 一番搜寻后发现 楼梯上放着一个泡泡机 可金部长的孩子未满周岁 应该不会玩这种东西 所以案发当时 还有其他孩子在这里 而楼梯上的镜子 恰好可以看到客厅 为了找出目击者 泰西拿出泡泡机一顿乱案 发出的声音引起隔壁小孩注意 泰西一看就知道 这个玩具是他的 孩子自己也承认 案发当时他就在房间 还看到坏叔叔带走了阿姨 就在泰西询问男人要望时 男孩母亲出面阻止 说不希望孩子牵扯其中 泰西本打算放弃时 男孩突然指向不远处 泰西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那个人正是张检 泰西见状紧往挡住男孩 嘱咐他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锁定前一人之后 泰西一路紧跟 但因为一通电话跟丢了 于是他来到张检家里 想着找出点线索 但一番搜寻后 什么也没发现 而此时的张检 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大开杀戒 他将金棋锁在警坡台上 然后找了把趁手的器具 紧接着一声惨叫 金棋的牙齿被生生拔掉 过了手瘾之后 张检一连满足 随后又将金棋关进冷冻箱 如果警方还找不到这里 恐怕金棋性能不保 回到警局后 泰西立刻对张检进行调查 资料显示 张检从上大学到现在 身边一共有六个人立即失踪 但由于时间上毫无关联 管辖范围又各不相同 所以无法定性为连环杀人 而且最后找到四具尸体 不是牙齿全被拔掉 就是手指全被剪断 别提有多可怕 泰西分析后发现 四处抛尸地点都在临海位置 如果想隐秘杀人而不被发现 船是最好的选择 总员本想联系海警询问 但是被泰西阻止 一旦他们寻求海警帮助 检方那边一定会收到通知 这样会妨碍他们调查 众人都束手无策时 泰西想到了阴记者 他之前找人黑过警局的电脑 也许能帮上什么忙 在阴记者的推荐下 泰西找到了私人侦探 侦探经过调查 发现张检名下没有任何船只 于是他转变方式 调查了四处抛尸地的入港记录 还真找到了嫌疑船只 当两人赶到那里时 张检已经收拾好血迹离开 他们走进船内 发现一个可疑的冷冻箱 砸开锁 打开箱子的一刹那 两人顿时惊呆了 失踪的金漆就躺在里面 人早已被活活冻死了 现场被处理得非常干净 船只也不在张检名下 根本无法将其定罪 可如果这次放过张检 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于是泰西想了个办法 打算以恶之恶 让对方主动人罪 在韩哥 最不能惹的就是检察官 可泰西却一拳把他打倒 将占有血迹的手套装进兜里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接着将血迹图在案发现场 好伪造相关证据 而这时 张检刚从警局出来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恰巧遇到了泰西的组员 他偷听到 泰西收集他的血 是要将他诬陷成杀人犯 张检害怕事情暴露 于是重返案发现场 擦掉了桌子上的血迹 就在这时 泰西拿着手机出现 把这一幕全都录了下来 组员并没有说出案发地点 所以只有凶手才知道这里 张检眼见事情败露 立刻逃之遥遥 泰西一路紧追 跟着他来到废弃工厂 两人打斗时 张检不小心掉下楼梯 仅靠双手空空支撑 泰西看了一眼 没有救 反而询问他灵依的下落 张检坚称自己 没有杀害灵依 当时被他逃掉了 看到张检还不说实话 泰西用脚狠狠踩住他的手 像他这样的杀人犯 早就应该死掉 张检无泪支撑 走路上坠落 而泰西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一幕 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坏刑警第一二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为抓捕罪犯 不按常理出牌的刑警 经常蔑视相关规定 以报之报 因为连一的案子让他明白 要想惩恶扬善 就不能只按规定行事 必要时还得耍点手段 虽然张检罪恶滔天 理应受到惩罚 但泰西看到他坠落 却选择漠视 说明确实起了杀刑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